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用椰子糖代替白糖 用黄油代替植物油或猪油 这样的配方将确保香气和味道更上一层楼 我们用的是未漂白的香港面粉 将面团揉至光滑并压扁 我们涂上一层厚厚的碎花生 椰子糖和黄油混合物馅料 然后涂上一层红豆沙 确实比我们在店买得好吃得多了 如果您想直接从工厂购买新鲜的枕头包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 从甘文革前往位于三条路的家庭工厂 从甘文革出发 仅需约十分钟 我们会经过右边的甘文革星期四市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这个红绿灯路口 我们将右转进入二条路的小村庄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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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二条路的小村庄一直走,直到我们到达下一个村庄,就是三条路的小村庄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前面的高架天桥被称为西海岸高速公路。 这条高速公路连接雪兰娥的万金和霹雳州的太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已经到达三条路的小村庄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当您看到村中心只是警察局的蓝色招牌时,右转。 当您看到有遮盖的篮球场时,在路口左转。 这最后一间两层商库就是枕头包工厂了。 感谢您的观看。